大家好啊 隐瞒确诊病例的证据又有了 其实不困难 有心人通过政府公开的信息披露就能够发现 这位有心人在这呢 这位叫麦田 他有二十二万五千个粉丝在微博上 他是这么说的啊 刚刚才知道原来国家卫健委规定 如果病毒检查阳性 但没有症状 不算确诊病例 不纳入每天发布的确诊统计 单独归了一类叫无症状感染者 而这一类的数据没有公开 这个是从1月28日国家卫健委的防控方案 阔虎第三版就开始了 一直如此 呵呵 病毒检查已经是阳性了 你还要什么症状 正常人类理解不了他们 他们不是正常人类 真的 03年的非典 就隐瞒了大量的确诊病例 03年的非典 如果你有基础病 也就是慢性病 糖尿病 心脏病 高血压等等 你因此而染病 而死亡 不算 给你算成死于糖尿病 死于高血压 死于心脏病 可是 这些是慢性病 如果你按时服药 你注意 自己的饮食 起居 你本来可以再活20年30年的 对吗 所以我们理解不了中国政府 理解不了中国政府各职能部门的 这些官员 理解不了他们 我无法理解他们 我不知道是我不算正常人 还是这些人不算正常人 如果连信息都隐瞒 那你能采取有效措施吗 你怎么能够动员全社会所有的力量 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行动中 如果你连基本的事实都隐瞒 那我们怎么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 怎么理解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呢 怎么理解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呢 你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民的命 人民的生命健康 不是最应该关注的吗 理解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